四外保送 这样 这个保送之后 形成一二雷有跑者 这个保送同时也是台北市队 第三任投手张浩翔所投出来的 第二次的四外保送 轮到第九半的打击庄英柱 11号对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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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投手投出 投球 投手11号 打者11号 两个都是7-11 没有啦 11号而已 哪有7号 提早落地 球落到后面去的情况之下 一二雷的保折分别来到了二三雷 哇 现在没有人出去 而且 已经濒临城下了 这家加油 手背加油了 这个分数如果再进来的话 就会添加七局下半 台北市队的追分上的一个困难度以及压力 有 我要来移遮阳闪了 已经不行了 走半边 走半边 左外严守 哇 落地了 现在三垒跑者 赶快是为本类二垒跑者也回来了 打者 打者现在呢 是来到三垒 花垒进垒 哇哦 又回来了两分 就如同刚刚主播所讲的 这个半局如果在 新北市队 台北市队如果再让新竹县队来进分的话 就会增添的压力 好 现在是回来了两分